好,那要怎麼量有沒有正確接地呢? 很簡單,我們首先要先準備一台電錶 像我這台電錶是比較高機密型的 那一般加二電錶也是可以的 就是那種紙針也是可以的 那首先要先把電壓切到交流電 然後電壓的範圍要切到200V 一定要超過室內電壓 要不然電錶可能會燒掉 OK,切好以後我們這時候就把錶棒插到插頭裡面 然後呢,因為剛剛有先量過這個插座 這個當初它把火線跟水線解反 所以我們假如一般來說的話 小的孔是火線 大的孔是水線 然後這個是地線 有對焦嗎? OK 好 那 那因為它是接反了嘛 所以這個它現在是水線 那通常有正確接地的話 你水線 接地線 是不會有電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錶棒 對,是不會有電的 好,那我們今天改用火線接地線 對,會是有電壓的 然後幫我照一下我的錶棒 對 對,這時候 這兩個接起來 地線如果有作用的話 一定是會有電壓的 那如果你的家裡 是沒有正確接地的話 你火線接地線 是不會有電壓的 就是這樣子量測 那要怎麼量測 接地的效果好不好呢 很簡單 我們這時候錶棒 插到這個地線的位置 然後另一隻手握著另一個錶棒 然後腳要踩到地上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電錶數字出來了 我們來照一下電錶 通常 越接近零是越好的接地 不過實際上當然會有點落差 像我們這邊量起來還有三幅左右 那還有加上 因為我們有插錶棒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 那個 電感效應之類 所以不會是完全的零 不過這樣接地已經是算不錯了 對,那這個就是 簡單的量測 家裡的 插座有沒有正確的接地的方式 OK 好